大家好,我是George,洛斯奇 今天继续带来设计模式的课程 好的,我们回到PPT 上一讲我们介绍了简单工厂 这一讲我们将介绍工厂方法 工厂方法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抽象的产品类 派生出多个具体的产品类 一个抽象工厂类 派生出多个具体工厂类 然后每个具体工厂类 只能创建一个具体产品类的实例 这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创建对象的接口 就是抽象工厂类 让其子类具体的工厂类 决定去实力化哪一个具体的产品类 是一种一对一的关系 好的,我们具体看一下UML UML我们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 它有四种角色 第一,工厂接口 就是iFactory 工厂方法模式的一个核心 它与调用者直接交互 用来提供产品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 要获得某个产品呢 我们其实是直接调用这个 工厂接口来获得产品 而不是实际找真正的工厂实现 好的 第二就是工厂实现 工厂实现呢 就是说它这个实现类自己决定 如何去实力化产品 是实现扩展的途径 如果说需要多个产品 那么我们就需要多个具体的工厂来实现 第三个产品接口就是这个 iProduct 它呢主要是定义了产品的规范 所有的产品都必须遵循 产品接口定义的规范 产品接口是调用者最关心的 相当于说我们调用这个工厂接口之后 得到的是一个产品接口 所以说是我们最关心的 那产品接口的好坏呢 就决定了调用者代码的稳定性 同样产品接口也可以用抽象类来代替 但注意不要违反理事替换原则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子类一定能替换 它的副类或者说副接口的实现 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最后一个就是产品实现 就是我们这个Product的真正的产品 那么它是具体的产品 决定了具体产品在客户端动中的行为 这就是我们工厂方法的四个角色 好的 同样的 我们还是用一个代码的例子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打开Eclipse 好的 我们首先新建一个工程 那我们是工厂方法 所以就是Factory method 同样的 我们新建一个Client 先建Map方法 先建Map方法 同样做一个打印 Factory method 简单的做一个Run 没问题 好的 我们还是继续用上一讲的例子 我们首先有一个抽象产品类 因为它是我们就叫它是一个薯条好了 那么它肯定要实现一个接口 就是吃对吧 它是可以吃的 是Interface 好的 然后呢 我们就有很多个薯条 比如说我们有麦当劳的薯条 对吧 它也是实现我们这个薯条接口 把方法先实现出来 好 我们用中文 好的 我们吃到了麦当劳的薯条 对吧 同样的 同样的 那我们还有 可得基的薯条 对吧 对吧 它也是实现了 薯条对合 接口 好的 实现它的例子的方法 我们吃到了肯德基的薯条 对吧 最后我们再来一个德克式 德克式的薯条 按同样的 把它的 没实现的方法 加上 我们吃到了德克式的薯条 好的 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不同的薯条 对吧 然后 我们这里 就有对应三家不同的店 就是我们对应的三个不同的工厂 麦当劳 麦当劳 那我们就先要有一个抽象的工厂 我们就叫I-Storm 对吧 那么它有一个公共的方法 是生产薯条 返回了是薯条接口 定义成一个interface 好的 那我们的麦当劳 它当然是这样的一家店铺 对吧 所以说它就要实现I-Storm的接口 那接口是什么呢 就是生产薯条 麦当劳 当然它只生产麦当劳的薯条 对吧 所以它就有一个麦当劳的薯条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麦当劳的那个店 对吧 当然同样的 我们这里也加一句打印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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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我们再来一个肯德基 它也实现一个 它也实现一个 白石头 对吧 同样的做一个打印 是这样 然后最后呢 那我们还有一个德克氏 那我们还有一个德克氏 同样的它也是一个din 对吧 它就拥有一个 它就拥有一个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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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客户 对吧 比如说 他想吃德克氏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就有一个店铺 店铺是哪家呢 就是德克氏 然后完了之后呢 到这个店铺 它就吃薯条 对吧 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 到德克氏去买薯条吃的一个方法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iStore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抽象工厂 工厂的抽象类 然后我们的iChips 这个地方 对吧 其实它返回的就是iChips 就是说我们的抽象的一个产品 就是薯条 这样我们再执行一遍 可以看一下效果 好的 德克氏生产薯条 我们吃到了德克氏的薯条 对吧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今天 不想去德克氏 我们想去肯德基 对吧 那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找肯德基就行了 其实整个所有的逻辑 并没有做任何的变化 那我们就吃到了肯德基的薯条 对吧 那同样的我们去麦当劳 这个地方换成麦当劳就行了 整个所有逻辑 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比如说未来我们要吃一些什么 其他家的 比如说必胜克的薯条 对吧 那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 再新增一个 必胜克 那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使用的时候 只需要用一个必胜克出来 这样后面所有的代码 都不会变化 都可以执行 这就是我们的工厂方法 好的 我们还是继续回到PPT 工厂方法的优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 在工厂方法中 用户只需要知道 产品 具体的工厂 无需关系到 具体的创建过程 更不需要知道 具体产品的类 这是第一个优点 第二 系统新增产品是 我们只需要新增一个 具体产品的类合 对应的工厂 不需要对原工厂 进行任何修改 就是后面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要比如说 新增一个必胜克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它很好的符合了开币原则 那缺点是什么呢 每次新增一个产品 都会增加一个具体类 和一个对象实现工厂 那么系统的类个数 就会成倍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系统的复杂度 同时也增加了 系统具体类的依赖 这当然并不是什么好事 好的 最后和简单工厂做一个对比 工厂方法模式 其实就是简单工厂模式的 一种人生 在工厂方法模式中 核心工厂类不再负责产品创建 而是将具体的创建工作 交给子类去完成 也就是我们这个核心工厂 仅仅只是提供创建的接口 具体实现呢 就是它的子类去真正的实现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iStore就是我们的核心工厂 那我们的比如说 麦当劳就是具体的它的一个子类 然后我们系统需要新增对象的时候 只需要增加一个具体的产品 和它的创建工厂即可 不需要对原工厂进行任何修改 这样就符合了开笔原则 和简单工厂比 就是简单工厂如果要新增一个产品的话 那么必须要对原工厂进行修改 不然的话新的产品是不能创造的 对吧 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好的 工厂方法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